大父母命弃业学义,为,可以养生,可以寄人,且习一意已成名,而复苏心也。 后于在此与似,寓意老者,修然伟茂,飘飘若先。 于尽礼之,与于曰,子侍路中人也,明年即尽学义,何不读书,于告一故。 曰,吴信孔,云南人也,得少子皇籍正传,述该传语。 与吉尹之规,告武士奇述,欠西皆宴,于岁起读书之年。 孔魏于奇述,现考同生,当十四名,辅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 明年复考,三处名术结合。 复位于补终身修旧,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独立,某年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义, 再任二年半,即一告归,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当终于正寝,其无子。 愚被论而谨记之。 自此以后,凡欲考校,其名术先后,皆不出孔宫所宣定者。 读算于十岭米九十一十五豆,当初供,即十米七十余时,徒宗师即批准不供,于切已知。 后果未属应阳宫所薄,直至丁某年时准够。 连前十米祭之,十九十一十五豆也。 于因此异性进退有命,迟速有时,坦然无求已。 供入宴都,留经一年,终日静坐,赴月闻。 后归由南庸,未入间,先访云谷禅师。 于七峡山中,对坐一世,凡三昼夜不明目。 云谷问曰,凡人所以不得坐圣者,只为妄念相禅而。 如坐三日,不见其遗忘念,何也。 于曰,无畏孔先生算定,荣辱死生,皆有定数。 即要妄想,亦无可妄想。 云谷笑曰,果呆如是豪杰,原来只是凡夫,问其物。 曰,人为能无心,终为阴阳所赴,安得无数。 但为凡人有数。 即善之人,恕故居他不定。 即恶之人,恕易居他不定。 如二十年来,被他算定,不曾转动一毫,岂非是凡夫。 于问曰,然则恕可逃姑,曰,令自我做,福自己求。 诗书所称的未明序。 我教典中说,求公民的公民,求富贵的富贵,求男女的男女,求长寿的长寿, 夫狂女乃世家大见,诸佛菩萨,其狂女欺人。 于静曰,孟子言,求则得之,求在我者也。 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公民富贵,如何求得? 云古曰,孟子之言不错,如字错解了。 如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溺,感如不通,求在我。 不读的道德仁义,义的公民富贵,内外双的,是求有益于的也。 若不返公内审,图向外持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理。 内外双诗,图无益,问,孔公算如终身若何,于以识告。 云古曰,如自揣应得科帝否,应生子否,于追审良久,曰,不应也。 科帝中人,类有福相,于福薄,又不能积功类型,以积厚福,兼不耐凡俱,不能容忍,食或以才智盖人,执行执行,轻言望谈。 凡此皆薄浮之相也,其一颗地灾,得知慧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如愚,愚好劫,何其能欲万物,愚善怒,爱未深深之本,忍畏不欲之根,愚今其敏捷。 常不能舍己旧人,又多言好气,喜欢硕经,好彻夜常做,而不知宝源欲生。 皆宜无子,其余过恶尚多,不能悉数。 云古曰,其为科帝哉。 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应饿死者,定是饿死人物,天不过因财而赌,基曾加先毫义死。 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得者,定有百世子孙宝之,有十世之得者,定有十世子孙宝之,有三世二世之得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孙宝之,其斩焉无后者,得知宝也。 乳经济之非,将向来不登科力,不生子之乡,尽情改刷,勿要积德,勿要包包,勿要和爱,勿要习精神。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此义礼在身之身也,夫骨肉之身,尚然有树,义礼之身,岂不能隔天。 太甲,曰,天作孽,有可为,自作孽,不可患,逃避。 诗,云,勇言配命,自求多福,如孔先生算骨不登科力,不生子者,此天作之灭也,有可得而为。 如经历行善事,多姬应得,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下乎。 义,为君子谋,屈即必凶,若言天命有常,即何可屈,凶何可并。 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如性的疾否。 余性其言,拜而受教。 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未书一通,先求登科,事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 云古初,功过格,事于,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 善则祭述,恶则退除,且教使准提咒,以其必念。 与余曰,福禄家有余,不会疏伏,被鬼神笑,此有秘传,只是不动念也。 只比疏伏,先把万元放下,从此念头不动处,下一点,为之混沌开机。 由此而一笔灰尘,更无思虑,此福便灵。 凡其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改革。 孟子论立命之学,而曰,妖兽不二,细分之,封欠不二,然后可立贫富之命,穷通不二,然后可立贵贱之命, 人生世间,唯死贵贵贵贵贵,约,妖兽不会众,约, FEI,CII, 标已夫生交世之,乃姬得其天之事。 约 修 则生有过恶 皆当至而去之 约 四 则一毫济余 一毫将以 皆当斩绝以 到此地位 则造先天之境 即此便是时学 辱未能无心 但能持准提咒 无计无数 不令间断 持得纯熟 于持中不持 于不持中持 道的念头不动则灵厌矣 于初号学海 适日改毫了凡 盖悟立命之说 而欲不落凡夫科久也 从此而后 终日今今 便觉与前不同 前日只是悠悠放任 到此次有战经体力景象 在暗世乌漏中 常恐得罪天地鬼神 欲人憎我鬼我 自能天然荣寿 到零年礼部考科举 孔先生算该第三 乌考第一 其言不厌 而秋为中事已 然行义未纯 简身多物 或见善而行之不勇 或救人而心肠自宜 或生免未善 而口有过言 或省时操时 而最后放逸 以过折功 日常虚度 四己四岁八愿 直至己卯岁 历时余年 而三千善行使完 遂祈求子愿 亦许行三千善事 心四身难天起 于行一世 随以笔记 乳母不能输 每行一世 折用额毛管 印一珠圈于历日之上 或施时平人 或放生命 一日有多置时于圈者 至鬼未八月 三千之树已满 九月十三日 父祈求终进誓愿 许行善事一万条 丙须登地 受保抵之县 于至空格一侧 明曰 至心边 晨起座堂 家人携父门义 至岸上 所行善恶 欠惜利记 夜则涉桌于亭 孝照月到焚香告地 辱母见所行不多 折平促曰 我前在家 相助未善 顾三千之树的丸 今许一万 亚中无事可行 何时的圆满乌 夜间偶梦见一神人 于言善事难玩之故 神曰 指简凉一节 万行俱晚矣 盖宝品之田 每母二分三零七毫 于未屈处 简至一分四零六毫 未有此事 心颇疑惑 事换于禅师自五台来 于以梦告之 且问此事已信否 诗曰 此心真切 即一行可当万善 旷河献减粮 万民受福乎 无极捐奉赢 令其救五台山 齋森一万而为相知 孔公算于五十三岁有恶 于未常其寿 四岁尽无恙 今六十九岁 书 云 天难成 命迷常 又云 唯命不于常 皆非狂语 无于事而知 凡称获福不自己求知者 乃圣贤之言 若为获福为天所命 则世俗之论已 辱之命为之若何 即命当荣险 常坐若莫想 即时当顺利 常坐福逆想 即眼前祖时 常坐平俱想 即人相爱尽 常坐恐惧想 即家世望重 常坐悲下想 即学问颇忧 常坐前陋想 远思养祖宗之德 敬思盖父母之谦 上思报夺之恩 下思造家之福 外思寄人之吉 内思贤己之邪 日日之非 日日改过 一日不知非 即一日安于自恃 一日无过可改 即一日无不可静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 所以得不加修 也不加广者 只为 应循 二字 单格一生 云古禅师所受立命之说 乃至今至岁 至真至正之理 其熟独而免行之 无字旷也 改过篇 春秋朱大夫 见人言动 义而谈其过福 弥不厌者 左国朱即可观也 大都吉凶之兆 蒙呼心而动呼四体 其过于后者常过福 过于保者常进或 俗眼多亦 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 至成何天 福之将至 观其善而必先知之以 祸之将至 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以 经欲祸福而远祸 未论行善 先须改过 但改过者 第一 要发使心 思古之圣贤 与我同位丈夫 彼何以百事可施 我何以一生瓦裂 丹然成情 私行不易 为人不知 傲然无愧 将日轮于禽兽而不自知之以 视之可修可耻者 莫大夫此 孟子曰 此之于人大义 以其得之则圣贤 以其得之则圣贤 施之则禽兽而 此改过之要今也 第二 要发畏心 天地在上 鬼神难期 无虽过再隐为 而天地鬼神 实见灵之 众则将之百殃 轻则损其献服 无何可以不惧 不为是也 贤居之地 只是昭然 无虽眼之圣秘 闻之甚巧 而肺肝枣漏 终难自欺 被人去破 不值一闻以 乌得不灵灵 不为是也 一席尚存 弥天之恶 有可悔改 古人有一身作恶 临死悔悟 发一善念 遂得善终者 为一念猛令 足以敌百年之恶也 譬如千年幽谷 亦登财照 则千年之暗拒除 故过不论久境 为已改为贵 但成事无常 但成事无常 肉身一缕 亦席不属 欲改无有意 明则千百年 担负恶明 虽孝子子孙 不能喜敌 幽则千百节 审伦欲报 虽圣贤佛菩萨 不能原意 无得不畏 第三 虚发有心 人不改过 多事应许退缩 无需愤然振作 不用迟疑 不凡等待 小者无盲刺在肉 素语决踢 大者如毒蛇灭指 素语斩除 无丝毫明智 此风雷之所以未亦也 巨世三清 则有过思改 如春冰玉日 何患不消枯 然人之过 有从世上改者 有从理上改者 有从心上改者 功夫不同 笑宴异议 如前日杀生 经戒不杀 前日努力 经戒不怒 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 强制于外 其难百倍 且并跟踪在 冬灭牺牲 非究竟阔然之道也 善改者 未尽其事 先名其理 如过再杀生 即思约 上帝好生 勿皆恋命 杀饼养己 岂能自安 且并知杀也 既受图歌 附入顶祸 种种痛苦 彻入骨髓 己知养眼 真高勃烈 时过情空 殊食菜根 尽可充腹 何必枪笔之身 损己之福哉 又思血气之属 皆寒灵之 既有灵之 皆我一体 纵不能功修至德 使之尊我 亲我 岂可日枪勿命 使之仇我 汗我 于无穷也 亦思及此 将有对时伤心 不能下厌者已 如前日好怒 必思约 仍有不及 请所宜经 被理相干 与我 赫于 本无可怒者 又思天下无自视之豪杰 亦无留人之学问 行有不得 皆寂之德 未修 敢畏至也 无稀以自反 则放悔之来 皆磨炼玉成之地 我将欢然受赐 何怒之有 又闻望而不怒 虽禅艳虚天 如举火焚空 终将自习 闻望而怒 虽巧心力变 如春蚕作俭 自取禅年 怒不为无意 且有害也 其余 其余种种过恶 皆当据理思之 此理济明 过疆自止 何谓从心而改 过有千端 唯心所造 无心不动 过安从生 学者于好色 好迷 好祸 好怒 种种诸过 不必逐类寻求 但当一心未善 正面实时现前 邪念自然污染不上 如太阳当空 往两前消 此经一知真传也 过由心造 亦由心改 如斩独树 直断其根 西壁枝枝而拔 叶叶而栽栽 大抵罪上者至心 当下清静 才动即觉 觉知即无 苟未能然 虚明理已浅之 又未能然 虚随事已尽之 已上世而兼情下功 未未失策 直下而泪上 则捉矣 顾发愿改过 明须梁鹏提醒 忧须鬼神正名 一心忏悔 昼夜不屑 经一七二七 已至一月二月三月 必有效宴 或觉心神田矿 或觉智慧顿开 或处荣踏而处念皆通 或欲愿愁而回田作喜 或梦土黑物 或梦往圣先前提携皆矣 或梦非不太虚 或梦状翻宝盖 种种圣事 皆过消灭之相也 然不得知此自高 化而不尽 习曲伯玉当二十岁时 以绝前日之非而尽改之已 至二十一岁 乃知前之所改 未尽也 即二十二岁 回世二十一岁 犹在梦中 岁父一岁 弟弟改之 情年五十 而游知四十九年之非 古人改过之学如此 无非身为繁流 或恶为姬 而回思往事 常若不见其有过者 心粗而眼一眼 然人知过恶身重者 亦有孝宴 或心神昏赛 转猴急望 或无事而常烦恼 或见君子而乃然消举 或闻正论而不恶 或失惠而人返怨 或夜梦颠倒 甚则妄言失智 皆作业之相也 苟一类此 急需奋发 舍旧徒心 信物自物 基善篇 一曰 基善之家 必有余庆 其言是将以女妻书良歌 而立序其祖宗积德之常 逆之其子孙必有心者 孔子称顺之大孝曰 宗妙享之 子孙宝之 皆知论也 适以往事真知 杨少师荣 见宁人 适以嫉妒为生 旧宇西长 横流冲毁明居 逆死者顺流而下 他周皆捞取货物 独少师曾祖及祖 为旧人 而祸物亦无所取 乡人吃其余 待少师父生 家见欲 有神人化为道者 与之曰 辱祖父有因公 子孙当贵献 遗藏某地 遂依其所指而贬之 及金白兔粉也 后生少师 若贵登地 未至三公 家增祖 祖父 如其官 子孙未圣 至今上多贤者 迎人阳自成 初未献立 存心仁厚 守法公平 实现宰严肃 偶踏意求 且留闷浅 而怒游未习 扬惠而宽解之 宰曰 怎奈此人 悦法被领 不由人不怒 自成叩首曰 上师祈祷 明散久 如得其情 哀经勿喜 喜且不可 而旷怒乎 宰未知济言 家圣平 愧疑亦无所取 欲求人法两 常多方已济之 一日 有心求数人呆骨 家幼缺义 给求则家人无食 自顾则求人堪命 与其父伤之 父曰 求从何来 曰 自行而来 沿路忍机 菜色可居 应彻己之以 主周以石求 后生二子 常曰守城 四曰守旨 为南北立部侍郎 长孙为行部侍郎 四孙为四川连县 又聚为名城 经楚庭德镇 亦其亦也 习正统监 邓报七畅乱于福建 市民从贼者胜重 朝廷启银献张都献凯南针 以继秦贼 后委顾正司 谢都市 搜杀东路贼党 谢求贼中党负贼 反顾负贼者 密寿以白顾小旗 约兵至日 插旗闻手 借军兵无妄杀 全国万人 后谢之子谦 终状元 未改府 孙披 腹中探花 莆田林氏 先氏有老母好善 常作本团诗人 求取及语之 无眷色 一仙化为道人 每诞所十六七团 母日日语之 终三年如一日 乃之其成也 因为之约 无时辱三年本团 何以暴露 辅后有医的 藏之 子孙观觉 致亦生马子之术 其子依所点藏之 初世即有九人登帝 内带沾音甚甚 福建有无灵不开堡之遥 冯卓安太史之父 为亦祥生 隆东早起复学 陆遇一人 导卧雪中 门之 半江已 遂解及年求一之 且伏归旧苏 梦神告之曰 辱旧人一命 初至诚心 无浅寒其未乳子 及身着安 遂明其 台中印尚书 台中印尚书 壮年席夜山中 夜鬼孝极 往往惊人 功不俱也 仪系闻鬼于 某父以夫 酒客不归 翁姑逼其嫁人 明夜荡义死于此 无得待遇 功前卖田 得银四两 几尾作其夫之书 既银还家 其父母见书 以守积不类 余之 既儿曰 书可假 淫不可假 享而无恙 赴岁不假 其子后归 夫妇相保如初 宫又闻鬼于 约 我当得待 奈此嗅才坏无事 旁义鬼约 而何不获之 约 上帝以慈人心好 命作应得上书以 无贺得而获之 应功因此意自努力 善日加修 得日加厚 遇岁今 则捐骨以正之 遇亲戚有吉 则委屈委持 遇有恨逆 则反攻自责 宜然顺受 子孙登科地者 金雷雷也 长熟徐凤竹氏 其父素父 偶遇年荒 先捐足以为同意之唱 又分骨以正平伐 夜闻鬼唱于门约 千步匡 万步匡 徐家秀才 做到了举人郎 相续而孤 连夜不断 誓岁 奉主果举余香 其父因而易积德 孜孜不待 修桥修路 摘森皆重 凡有利益 无不尽心 后又闻鬼唱于门约 千步匡 万步匡 徐家举人 直坐到兜堂 奉竹关中两者寻服 家兴图康熙公 出位行部主事 宿玉中 细徐诸求情状 的无辜者 若干人 公不自已为公 密书其事 以白堂关 后朝审 唐关斋其语 以续诸求 无不服者 誓冤一时一人 义时免下贤宋上书之名 公父禀约 免古之下 上多冤名 四海之广 照明之众 岂无往者 以五年差一简行官 何时而平反之 书其事 以五年差一简行官 何时而平反之 书其事 以五年差一简行官 何时而平反之 书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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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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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生妻子 凭罪少 罪凭胡元氏 与吴父往来甚后 博学高才 类举不定 留心二世之学 一日东游卯湖 偶至一村寺中 见观音象 淋漓漏力 即解脱中得十经 受主僧 令修乌语 生告义功大与少 不能俱士 复取松部四匹 简窃中依七见语之 内住者 细心至 其谱请义之 平曰 但得菩萨无恙 无虽裸成和尚 生垂内曰 舍迎及一步 由非慢事 至此一点心 如何亦得 后供完 拉老妇同游 素四中 供孟迦兰来谢曰 辱子当享世录影 后子辨 孙称邦 接登帝 坐显观 家善之利之父 未行防利 有求无辜献重辟 亦哀之 欲求其身 求与其七约 知公家义 愧无以报 明日言之下乡 如以身世之 彼或肯用义 则我可生也 其妻弃而听命 即至 妻自出劝酒 据告已夫已 知不听 醋未尽力平凡之 求出欲 夫妻登门寇谢曰 功如此厚德 婉事所惜 今无子 无有若女 送未积走窃 此则领之可通者 知未被领而纳之 身历 若冠中悔 观至海 以汉林孔目 历生高 高生路 皆共未学博 路生大伦 登地 凡此十条 所行不同 同归于善而矣 若父亲而言之 则善有真有假 有端有虚 有阴有阳 有视有非 有偏有正 有伴有满 有大有小 有难有义 皆当生辩 为善而不穷理 则自为行善 其知造业 枉费苦心 无意也 何谓真假 喜有如生数倍 夜中风和尚 问曰 佛事论善恶报义 如影随行 今恐人善 而子孙不兴 某人恶 而家门逢胜 佛说无稽以 中风云 凡情未离 正眼未开 认善为恶 止恶为善 往往有之 不恨几之 是非颠倒 而返怨天之报应有刹乌 众曰 善恶何至相反 中风令誓言其壮 义人谓 利人欧人誓恶 敬人理人誓善 中风云 未必然也 义人谓 贪财望取誓恶 连结有守誓善 中风云 未必然也 众人立言其壮 中风皆未固然 应请问 中风告之曰 有益于人 是善 有益于己 是恶 有益于人 则欧人 利人皆善也 有益于己 则敬人 离人皆恶也 是故人之行善 利人者公 公则未真 利己者私 私则未假 又根心者真 袭击者假 又无畏而畏者真 有畏而畏者假 皆当自考 何谓端驱 经人见谨愿之事 类称为善而取之 圣人则宁取狂卷 至于谨愿之事 虽亦相皆好 而必以为德之贼 世事人之善恶 分明与圣人相反 推此异端 种种取舍 无有不谬 天地鬼神之福善或盈 皆与圣人同是非 而不与世俗同取舍 凡欲击善 绝不可逊而 勿为从心缘引为处 默默喜敌 纯是济世之心 则未端 苟有一毫内世之心 即委屈 纯是爱人之心 则未端 有一毫愤世之心 即委屈 纯是静人之心 则未端 有一毫顽世之心 即委屈 皆当戏变 何谓阴阳 凡为善而人知之 则未良善 为善而人不知 则未应得 应得天报之 良善想事明 明亦福也 明者 造物所寄 世之享盛名 而时不负者 多有其祸 人知无过救 而恒被恶明者 子孙往往咒发 阴阳之计 为已灾 何谓是非 鲁国之法 鲁人有熟人 臣妾于诸侯 皆受经于府 子供熟人 而不受经 孔子闻而恶之 约 似师之语 夫圣人举世 可以一封一俗 而交道可施于百姓 非独是己之行也 经鲁国父者寡 而平者众 受经则未不连 何以相熟孤 自经以后 不父熟人于诸侯已 子鹿诊人于密 其人谢之以牛 子鹿受之 孔子喜曰 自经鲁国多诊人于密已 自俗眼观之 子供不受经未忧 子鹿之受牛未裂 孔子则取留而处赐焉 乃知人之为善 不论现行 而论留弊 不论一时 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 而论天下 现行虽善 其留足以害人 则似善而实非也 然此就亦结论之而 他如非义之义 非礼之礼 非信之信 非子之词 皆当抉择 何谓偏正 其语文义公 出词相位 归故里 海内养之 如泰山北斗 有一乡人 罪而立之 吕公不动 为其仆曰 罪者物与教也 闭门谢之 于年 其人 其人 伴死行入狱 吕公使毁之 曰 使当时稍已计较 宋公贾则至 可以小臣而大戒 吾当时只欲存心于后 不畏养其恶 以至于此 此以善心而行恶事者也 又有以恶心而行善事者 如某家大戒 如某家大戒 执岁荒 穷明白昼 绝肃于世 告知献 献不离 穷明月四 遂私直而困辱之 众使定 不然 饥乱矣 故善者为正 恶者为天 人皆知之 其以善心而行善事者 正中偏也 以恶心而行善事者 偏中正也 不可不知也 何谓伴满 一 曰 善不积 不足以沉迷 恶不积 不足以灭身 书 曰 商罪惯疑 如注物于气 情而积之 则满 谢而不积 则不满 此一说也 习有某事与入寺 欲施而无才 只有欠二文 捐而予之 主席者 轻未忏悔 即后入宫富贵 携数千金 入四舍之 主森为令 其图回向而已 因问曰 无前诗前二文 诗轻未忏悔 经诗数千金 而诗不回向 何也 曰 前者勿虽薄 而诗心圣真 非老僧轻忏 不足报德 今勿虽厚 而诗心不若前日之窃 令人待忏足以 此千金未犯 而二文未问也 终离受担于吕祖 典铁未经 何以济世 吕问曰 终辩否 曰 五百年后 当父本质 吕曰 如此则害五百年后人已 吾不愿未也 曰 修仙妖姬三千宫行 如此一言 三千宫行一闷已 此又一说也 又譬如以财迹人 内不见己 外不见人 中不见所失之物 世卫三伦体空 世卫一心清净 则斗素可以重如雅之德 亦闻可以敲千劫之罪 唐此心未旺 虽黄金万亿 福不满也 此又一说也 何谓大小 其卫众达为管职 被设至名思 主者命力成善恶恶路 彼至 则恶路迎庭 其善路仅如主而已 所称称之 则迎庭者百清 而如主者百重 众达曰 某年未四时 安德或恶如是多孤 曰 一念不正即是 不待半也 因问轴中所书何事 曰 朝廷长兴大功 修三山石桥 君上书见之 此书稿也 众达曰 某虽言之 朝廷不从 于是何意 而能有如是之力 曰 曰 朝廷 朝廷虽不从 君之一念 已在万民 相使听从 善力更大以 故智在天下国家 则善虽少而大 苟再一生 虽多亦少 何谓难意 先如谓 克己 须从南克处克将去 夫子论谓人 亦曰 先难以 必如江西书翁 舍二年 景德之处修 戴长官营 而全人 夫妇 与邯丹 张翁 舍十年 苦姬 之前 戴完赎营 而国人 妻子 皆所谓 难舍处 能舍也 如正将近翁 虽免老乌子 不忍以幼女为妾 而海之灵 此难忍处能忍也 故天之降福亦厚 凡有才有适者 其力得坚毅 义而不畏 世未自报 凭贱作福皆难 难而能畏 私可贵而 随缘济重 其类至凡 约言其刚 大约有时 第一与人为善 第二爱尽存心 第三成人之美 第四劝人为善 第五救人为疾 第六心见大力 第七舍财作福 第八不持正法 第九尽重尊长 第十劝人爱惜悟命 何谓 何谓与人为善 其顺在何并 见语者 争取身谈厚则 而老若则 予于极流浅滩之中 策然哀之 往而于焉 见证者 皆逆其过而不谈 见有让者 则 于阳而取法之 今年 皆以身谈厚则 相让你 浮明者如顺 何难出一言教众人哉 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 此凉功苦心也 无备触莫视 勿以己之常而盖人 勿以己之善而行人 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 收敛才智 若无若需 见人过失 且含荣而掩赴之 亦则令其可改 亦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改纵 见人有为常可取 小善可路 凡然舍己而从之 且未厌称而宝树之 凡日用监 发一言 行一事 全部为自身其念 全是为物力则 此大乱天下为功之度也 何为爱尽存心 居子与小人 旧行机关 常意相混 唯依点存心处 则善恶选绝 盼然如黑白之相反 故曰 居子所以亦于忍者 以其存心也 居子所存之心 只是爱人尽人之心 盖人有亲疏贵贱 有志于贤不孝 万品不齐 皆无同胞 皆无一体 孰非当尽当爱者 爱尽众人 即是爱尽圣贤 能通众人之志 即是通圣贤之志 何者 圣贤之志 本欲私事私人 各得其所 无何爱何尽 而安于世之人 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 何为成人之美 欲知在时 抵之则瓦利 追着则规章 故凡见人情一善事 或其人志可取 而滋可敬 皆需诱掖而成就之 或为之奖戒 或为之伪持 或为白其屋而分其棒 勿使之成立而厚补 大抵人各恶其非类 相人之善者少 不善者多 善人在俗 亦难自立 且豪杰真真 不胜修行机 多亦只斋 故善事长一败 而善人长得报 为人人长者 匡直而服役之 其功德最宏 何谓劝人为善 身为人类 属无良心 事物意义 罪意没命 凡与人相处 当方便提私 开其疑惑 辟有长夜大梦 而令之一绝 辟有九线烦恼 而拔之清凉 未会罪 含玉云 亦时劝人以口 百事劝人以书 较之与人为善 虽有行机 然对症发药 时有其效 不可费也 诗言诗人 当反如智 何谓救人为疾 患难颠配 人所时有 偶一遇之 当如同观之再生 素未解救 或以一言生其趋异 或以多方计其颠连 催子曰 会不再大 妇人之急可也 盖人人之言哉 何谓心见大力 小儿一乡之配 大儿一义之中 凡有利益 罪宜兴建 或开取倒水 或助低防患 或修桥路 以便行旅 或施茶饭 以寄饥渴 随缘劝导 协力兴修 务必贤疑 务辞劳怨 何谓 何谓舍财作福 世门万行 以不施为先 所谓不施者 只是舍之一字耳 达者内舍六根 外舍六成 一切所有 无不舍者 苟未能然 先从财上不施 世人以衣食为命 故财为罪重 无从而舍之 内以破无之谦 万以寄人之急 使而勉强 终则泰然 罪可以荡敌私情 驱除殖利 何谓不持正法 法者 万世生灵之眼物也 不有正法 何以参赞天地 何以财成万物 何以脱成离腹 何以经世出世 故凡见圣贤妙报 经书典籍 皆当敬重而修赤之 至于举粮正法 上报佛恩 由当勉力 何谓敬重尊长 家之父兄 国之君常 与凡年高德 高位 高时高者 皆当家义奉事 在家而奉事父母 使生爱婉容 柔生下气 习以诚信 便是何其隔天之本 初而是君 行一事 无谓君不知而自自也 行义人 无谓君不知而作归也 世君如天 古人格论 此等处罪观音得 世叹忠孝之家 子孙未有不免远而昌圣者 皆虚圣之 何为爱行勿命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 为此侧引之心而以 求人者求此 积德者积此 周礼 孟春之月 牺牲以用聘 孟子为君子远逃除 所以劝无策引之心也 故前辈有四不实之界 为文杀不实 剑杀不实 自养者不实 专为我杀者不实 学者未能断肉 且当从此界之 渐渐增进 此心悦长 不特杀身当界 蠢动寒灵 皆未悟命 求私主见 除地杀虫 念依时之由来 皆杀彼以自活 故抱舔之夜 当于杀身等 至于守所悟伤 足所悟见者 不知其己 皆当委屈防之 古诗语 爱属长流犯 脸额不点灯 何其人也 善行无穷 不能担数 由此时事 而推广之 则万得可悲 千德篇 义 曰 天道灰隐儿一千 地道灭隐儿流千 鬼神害隐儿扶千 人道恶隐儿好千 事故千之一卦 六瑶皆吉 书 曰 满朝笋 千寿意 与吕同诸公应事 每件寒事将达 必有一段千光可居 欣贵既协 我家善同袍 凡时人 为兵敬与兵 年最少 极其谦虚 语告费井颇曰 此凶今年必定 费曰 何以见之 与曰 为千受福 凶看时人中 有寻寻款款 不改仙人 如敬与者乌 有恭敬顺臣 小心谦畏 如敬与者乌 有寿武不达 文放不辨 如敬与者乌 人能如此 即天地鬼神 由江佑之 其有不发者 即开榜 丁果忠世 丁丑在今 与逢胎之同处 见其虚己免容 大便其又年之习 礼记言 质量亦有 十念功其非 但见其平怀顺受 未常有一言相报 与告之约 福有福始 或有或先 此心果谦 天必相知 凶今年绝地义 以而果然 赵玉风光远 山东关线人 童年举余香 九部地 其父为家善三矣 随之认 目前闽无 而直闻见之 明无息抹其闻 照顾为顾怒 且心服而肃改焉 明年 岁根地 人沉睡 与入境 勿下见所 见其人弃须意下 千光逼人 归而告有人约 凡天将发私人也 未发其福 先发其慧 此慧亦发 则福者自食 似者自怜 见所温良若此 天起之矣 即开榜 果中事 将因张卫言 积学功文 有身以灵 家入南京相事 玉仪寺中 揭晓无名 大骂士官 以为秘目 时有一道者 再放为孝 张聚一怒道者 道者曰 向无闻必不佳 张义怒曰 乳不见我闻 无知不佳 道者曰 闻作文 贵心气和平 经听功罢利 不平圣义 闻安德功 张不觉屈服 应就而请教焉 道者曰 忠权要命 命不该忠 闻虽功 无意也 须自己做各转变 章曰 既是命 如何转变 道者曰 造命者天 立命者我 立行善事 广积应得 何福不可求哉 张曰 我平是 何能为 道者曰 善事因功 皆由心造 长存此心 功德无量 且如谦虚一节 并不费钱 你如何不自反 而骂事官姑 张有此者皆自持 善日加修 得日加厚 丁有梦志一高房 得事录一侧 终多缺行 问放人曰 此经科世录 何多缺名 曰 科帝应兼三年一考教 须积得无救者 方有名 如前所缺 皆细就该终世 因心有薄行而去之者也 后此一行于 辱三年来 实生妥胜 获当补辞 性自爱 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由此观之 举头三尺 绝有神秘 屈极必凶 断然有我 须使我存心置行 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 而须心屈己 使天地鬼神 时时怜我 方有受福之机 比弃赢者 必非远弃 纵发亦无受用 稍有实践之事 必不忍自辖其量 而自聚其福也 旷迁则受教有利 而许善无穷 由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 古语云 有志于公民者 必得公民 有志于富贵者 必得富贵 人之有志 如数之有根 立定此志 须念念谦虚 成成方便 自然感动天地 而造福有我 经之求登科地者 初未常有真志 不过一时一信耳 心道则求 心蓝则止 孟子曰 王之好乐圣 其其数几乎 语于科名亦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